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七號提出三項修憲案 包括下修投票年齡到十八歲 廢審以及廢除一國兩區 台聯黨十號也召開記者會主張 提出與其修憲不如修訂公民投票法 在公投適用事項將人民創制權入法 憲法修正案之副決 這個把它改成憲法之創制 以及憲法修正案之副決 請執政黨修這一條法 修公投法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 讓我們的制憲變成可能 台聯主張以公投制憲 認為以現行公投法只有副決權 沒有創制權很難達成 提出修訂公投法好提高修憲機會 投票人數達全國直轄市 縣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 即位通過 就是說有九百三十九萬多人出來投票 一半以上的人同意 就是四百將近四百七十萬以上的人同意 就是通過 雖然也很困難 也很困難 但是跟修憲來比較 這個數字是天狼之別 原住民學者蔡志偉提出 原住民族權力入憲為例 認為重要國家大事都必須透過修憲才可以達成 台聯希望透過修訂公投法增加修憲機率 但若要制憲難度更高 他可能是想把我們那個公投的法律效果修得比較容易一點 我們確實在很多國家重大議題上包含了原住民族權力出現 這樣的一種關係到原住民族基本權力保障的問題上面 都必須受制於這樣的一種不正常的憲法架構所影響 而沒有辦法去推動原住民族權力出現 宣誌強調制憲和修憲涉涉及不同層面 制憲基本上就是訴求國家獨立 因此修訂公投法以公投制憲 涉及廣大社會共識 相對而言難度也會增加許多 記者雅伯 必要錄錄 臺北市采訪報導